大家好,我是TechMuCA的Vincent 今天主要教大家如何下載CryptoTek Browser 近兩年大家都聽到Bitcoin、虛擬貨幣、NFT等概念 作為新手來說,如何免費零成本獲得Bitcoin 小弟就用CryptoTek Browser成功出金幾次 其實這個軟件相對來說是安全的 因為小編用過,但如果大家不放心 就建議用一個VPN服務,我都要有開到的 只需要連接自己的地區 例如我現在在香港,選擇香港就沒問題了 因為這樣就可以在滑礦時隱藏自己的IP 相對來說就更加安全 當然,現在VPN也接受用Bitcoin這些虛擬貨幣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VPN的話 可以看我獨家優惠在下載的連結 如果大家要下載CryptoTek Browser 首先可以在下載CryptoTek的連結 或者去我的文字教學 按下載CryptoTek 下載CryptoTek 只需要按下載CryptoTek 按下載CryptoTek 然後它會叫你Reboot你的電腦 Reboot之後 基本上按下載CryptoTek的搜尋 這個軟件 然後就可以了 因為我之前已經下載過這個軟件 所以就已經在下載了 在下載CryptoTek 你會看到一進來的介面 就會顯示到你的Balance 還有BTC的現價 這個代表就是1元的BTC 就等於42000元的USD 當然高位去過6萬多 大家都知道 然後旁邊就會顯示到你的Balance 就是你透過CryptoTek 這裡挖了多少的Bitcoin 按進去就可以看到詳情 例如現在看到的Balance 我就會挖到這麼多 然後就可以調教Mining Speed 調教Mining Speed 這裡是很重要的 因為譬如說 如果你正在打電腦的話 就建議你調低一點 或者你看到我剛才的畫面 有些Lag機的時候 就調低一點 這個Speed 就視乎你的電腦CPU的Power 或GPU的Power 去定的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覺得 放棄上來是很厲害的 或者你是純粹一個辦公室的電腦 就可以調低一點 Mining Speed 另外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拿著NFT的話 其實你可以買它CryptoTek的新的NFT 剛剛才推出的 但是我覺得就沒有這麼必要 因為我們現在是零成本的新手 去做這件事 之前說過 其實我已經出過幾次金 而且每次都是收到的 大家只要按Menu Bar這個按鈕 再按Move Draw BTC 你就可以出金 最終是0.0000001 寫了 首先你要打回你的Bitcoin Address 然後再按下 你想出多少次金 Bitcoin Address 如果大家還沒有 或者還沒有Wallet 可以在Description box 申請Bilance 或者其他的加密貨幣 或是加密貨幣 之後就按確定就可以了 接著呢 就會發出一個確定的電郵 就叫你按確定的 我建議大家電郵都不會 在CryptoTek Browser裡面開 因為始終你 如果你有少少怕的話 都不會在這裡開 雖然你開了VPN 但我建議在你個人的CryptoTek Browser裡面開 按一下CryptoTek Brow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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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BTC的Request 按一下BTC的Request 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就能夠顯示CryptoTek 按一下CryptoTek 再給大家看 在Payment History 大家可以看到 我真的 出金了很多次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軟件 相對來說 比較實在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教學的話 就記得訂閱 Tek Browser的頻道 以及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看不同的文字教學 還有LIKE我這條影片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 出去給各位觀眾 拜拜